在上一堂课我们提到了 人在人世间六道会轮回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六根对在外面的花花世界的时候 常常因为我们的主观意识 然后随顺着我们的期训 我们就做了与自己有利的一个选择 与自己有利有的时候会妨碍到别人 但是我们不自觉 或者即便是我们觉察到了 我们也不愿意去改变 所以在阴地上修行的时候 我们希望自己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尤其我们很多的前嫌 你心里面有一些烦恼 那种烦恼节眼前似乎看不到 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去破除它 我告诉你只有开你的智慧 只有用真修实练 你必然会得到十方如来的护持 让我们所担忧的事情 它可以迎刃而起 因为佛在经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所以我们在阴地要修我们的第六跟第七 破除我们的分别 还有我们的执着 那这些的破除就从我们日常生活的财色明识税开始 不要看到好吃的就一定要把自己给撑死 然后不要看到食物不符合自己的想法 我们就吃的比较少 用一个平常心 平等心去摄取我们所应该去享有的食物 它是一个食物 这个食物是拿来果腹 果腹是为了身体强壮 能够走更长远的修半道的路 如此而已 所以每一个人在做食物的时候都投入了他的爱心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一个私心 而在当中有了任何的一个偏颇 这是我们在修道的时候要去学习的 所以根层相对应 只要用真心就离开分别 自然而然比较不会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特别我们在练三宝的时候 我倒建议各位前写在学习的初期 你可以选人热闹的地方去练练看 你才会知道有没有 然后这一颗心是多么容易受外境的一个变化 如果一开始我们练三宝 就把所有的外境给屏除掉 那么就一旦走入到热闹的环境里面 会依然发觉自己无法掌控那一颗人心 所以后学早期在研究道理的时候 晚上喜欢看书 那先生回到家里面 喜欢窝在卧室里面的电视机 在看很多的新闻讯息 当他看到后学在读经的时候 他有一个习惯 就会把电视关掉走到客厅 可是后学知道他喜欢窝在卧室 因为卧室里面有地坛 所以坐姿不用那么端正 那在我家的客厅 旁边就是弥勒祖斯坐在那边 你就要四平八稳的 手跟脚都要有规有矩 所以我了解他心里的喜好 我也知道他是为了什么 离开了电视机的前面 我就请他回到卧室里看 他看电视机 他看电视 然后后学去读经 就培养出来 在有造这个所谓的 噪音的环境之下 我们依然能够去运作自己的一个功课 所以有的时候 有境界并不是坏事一件 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境界当中 去创造出自己所想要有的 那样的一个修行环境 那个才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当我们人不受外境影响的时候 心里面自然就会清静 所以在经书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如来的境界中 万法都是极灭的 为什么 是因为如来诸佛如来 他们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不起心不动念 不起心不动念 那外境于他又何干之有呢 就像现在如果我们很专心 那外面刮风下雨 跟我们就没有事情了 那如果我们的心念往外飞 你就会担心 哎呀等一下出门啊 下雨有诸多的不方便 天太冷啊 这些种种的疑难的烦恼 完全都会涌现出来 所以时时刻刻运用三宝心法 让自己脱离这个外境的一个牵扰 那个才是上天降到一个真正的本意啊 所以学到要依着尊心 而不要依着我们的视心 视心是情绪的一个作用 我喜欢怎样 我要怎样 那个都是个人的一个想法 然后一世就会下地狱 个人的主观意识太强 七行又欲太重的时候 即便这一生沾了天文诗德 可以往生迷路净土 未来生在人世间历练 沉沦的机会依然是很大的 所以既然要依心不依试 试是一个分别 是一个妄想 当我们想什么 外面的环境 就会变化出我们所要的那个境界 各位前天会想 我们都在想财富 对不对 然后都在想健康 都在想一切美好的事物 可是我旁边 为什么所呈现出来的没有这么好 那是因为你虽然去想 你想这么好的东西 但是你在过去生的时候 却没有想过好的东西 是不是要去栽培好的一个种子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教自己 让我们尽量想一些好的东西 想好的 然后去剥好的种子 那将来才会呈现一个 美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境界出来 所以我们想佛 我们去学佛 我们将来就成佛 如果我们只是想着一些贪婪的念头的时候 我们就会顺着自己的私心 造作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么地狱也是由这个心 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古往今来的圣人 都教我们圣读 佛教我们 菩萨昼夜常思维善法 常意念善法 教我们四正情 为生恶令不生 以生恶令除 为生善令生 以生善令增长 我的念头想到不好的事情 我要赶快把它连根拔掉 我要多想一些利益别人的事情 那么现在没想 我就应该要多多去想 这个多多想就是你要多多去听闻道理 多多去看圣人的一个经教 那孔夫子在大学中庸讲得更明白 更清楚 要圣读啊 圣人圣信念于隐为啊 闲人才是屈生物于昭著 如果我们在念头起来的时候 就掌控好 不要让他恶念相续不断 又怎么会去催化出 后面的一些的作为呢 所以恶念起来立刻斩断 你就不需要后面的亡羊补牢了 就是因为没有谨慎自己的意念 所以念念有没有 都就开始落入到私心啊 落入到这些不好的地方去了 同样的 老子在道德经里面也问 喜心敌律 敌除学来能无知乎 有没有把内在的这个心 打扫得干干净净呢 你看我们道之宗子教我们 喜心敌律 对不对 所以要成圣要成佛 除了洗干净自己的这一颗心之外 把无明给去化掉 我们的真心才能显露出来 所以一切的无明总刮起来 四个字 习性跟鄙性 所以改习性化鄙性 是我们修行的当务之极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人的心会算乱容易受外界的影响 说来说去又回到我们的原点 那就是我承计 所以凡夫起修要出三界 第一个破我执 破了我执就扶住了 第六意识 不再有什么 思我思心思见 我们如果我执不破 它会散生三种 对于这个凡尘俗事的一个贪恋 第一个爱恋这个色色 就像后学刚刚讲的 听到人家觉得长了 说我长得漂亮 然后我心里就高兴 那相对的 如果你说我长得丑呢 眼睛不够大 皮肤有一点往下垂 那我听起来就不太高兴了 这个就是因为我执 所以对这个色身有了贪爱 那因为有这个色身 就需要外在环境 一些物质的维持了 所以我们就贪得无厌 我们有希望活得很幸福 很快乐 所以在精神的世界上 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 百分之百的有没有 让自己心情有没有 保持在一个畅快的境界里面 这是你对外面精神跟物质 就会贪求不已 更严重的是 将来我们一口气不来 归空的时候 就变成了中阴身 中阴身就是人死掉以后 离开肉体 然后等待转世的这段时间 都叫做中阴身 所以不要把它称为鬼 鬼的话就是三恶道里面 恶鬼道 通称为鬼道的众生 在等待轮回的时间 都叫做中阴身 那这个中阴身等待的时间 有多长 就看我们未来生的 业人成熟的时间的快慢 我们如果要去做人 如果这一生的福报做的不够多 不能够往生天见 不能够超生了死 将来还有资格保有这个人体 当我们的因缘到的时候 中阴身会自然感应到 我们就去找自己的父母 然后在那种情境 因为那种贪爱之心 我们就入了母体了 所以如果没有去化我执 你根本躲不掉这一关的 眼前的环境会有这些执着 未来的世界 你还是要不离开六道的一个轮回 所以我要去哪里找我的父母 那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 只有现在去除了我执 将来才有能力 去抗拒那一股吸引力 所以佛在人言经也讲到了这一点 所以这一切的贪爱 都是源自于我之 所以老子在道德经讲 他患什么患有此生 有了这个身体 会带来这么多的一个后遗症 但是修到没有这个身体 又无从去修起 所以我们要以身载道 借甲来修真 那有这个身体 他反而变成了我们的一股 增上缘了 帮助我们去往上提升 所以破除我执 才有离开 所谓的三界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谈万法皆空 这一句话 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大家 一切法无所有 必尽空不可得 这个就是万法皆空真实的一个含义 一切的法 现象界有形有象的 乃至我心里的感觉的那种心法 那种激情 他都是在因缘际会的当下 所产现出来的 暂时存在的假象 等到这个时间过去了 各位前嫌 他又富过于原状 原状是本来没有 如果没有那一点灵光 进入到母体 投入到那个受精软 何来的今天的我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六道轮回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像 你怎么会衍生出那么多的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 又透过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 带来那么多无穷的烦恼 尤其对我们富道人家感受最深了 你看抚养孩子多么辛苦啊 刚刚听我们燕芬讲 小孩子现在大了 可以送幼稚园了 我说哎呀 真的是恭喜你苦尽甘来 抚养孩子才知道 在照顾孩子的过程 那是一个多么辛苦的事情 尤其是职业妇女 尤其我们燕芬 是一下子就两个过来 同一个时间 那个压力有没有 真的是大不过来 可是人家走出来了 走出来就看到孩子后面 一步一步的健康的成长 那就会有什么 苦尽甘来的那种喜悦了 所以在过程 包括我们抚养孩子的过程 包括任何关系 人际关系存在的当下 当我们有不满 有不平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关照自己 这个缘如果是好 也是过去生结的 花开过以后就谢了 这个缘如果不好 也是过去生自己招来的 你也不要怨 所以善缘要善了 恶缘也要去善解 所以好的 你不要在里面流连忘返 舍不得跳出了 坏的不要在里面怨天尤人 把那个怨气带到我们的未来生 不要 你看不过你放不下 是烦恼 我们来人间是为了仇业的 何为仇业 四种人际关系 形成了五种关系 第一个 报恩报仇 第二个 讨债还债 所以 报恩报仇 这是情 讨债还债 这是钱 所以这一生 不要欠情债 不要欠钱债 人们是这样 如果拼到别人的时候 欢喜到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把人拼到 后面你就行不完 他是连本带立的 他不会随着人世间的壁子扁 他的债务就减轻 不会哦 上天计算的很清楚的 我们五轮关系的形成 特别是前三轮 夫妻 父子 手足之间 各位前姐 就是这样子 讲一个咸鱼筋里面的 释迦牟尼佛 讲的一个故事 所以你透过这个故事 会告诉我们 连不小心的 无意当中的错 你都不能犯 犯了都要去承受因果的 有意无意的过 都要去承受 在释迦牟尼佛时代 有一个前道 年纪轻轻 太太就死掉了 然后留下一个小孩子 家里的经济环境又不好 然后又要带这个孩子 所以就觉得生活有太多的无奈 最后这个爸爸就想 干脆我去出家好了 于是就去到僧团里面 拜托释迦牟尼佛 收留他们父子两个 释迦牟尼佛就把他们收下来 那因为这个小孩子年纪还小 派给其他的和尚 觉得好像有诸多的不方便 所以就依然就留给这个父亲 由父亲这个和尚 带领着这个儿子的小沙米 去进行修行的活动 以前的出家中是要化园的 那每一个化园的地方 你不能固定 有的比较远 有的比较近 那每一次化园 父亲就带着这个小儿子就出门 那一天化园的地方比较远了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 化托波回来之后 要回到僧团 看到太阳渐渐昔下了 于是这小儿子就急了 如果不赶快回到这个僧团里面 中间走到荒郊野外 万一有野兽出来 我们父子两个根本无法抵挡 所以就催着父亲啊 那个老和尚走快一点 可是老和尚身体已经年纪大了 走路就不像年轻人那么的 好像得心应手啊 就显得有一点老太隆重啊 那这个小儿子又急 所以就拉着爸爸 一下拉一下推 就在这个拉拉推推之间的时候 这个父亲一个不留神跌倒了 头就撞到了地 以前的地都是石子地 撞到大石头 然后就头破掉就死了 死了之后这个小儿子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父亲拖回去啊 就自己连奔带跑的 跑到僧团里面 然后就跟其他的和尚就报告了这件事情 其他的和尚有没有 一听到这个事情就骂这个小和尚 这个小沙迷有没有 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 一来那个和尚是你的师父 你怎么把师父给害死了 对不对 没有尊师重道 二来这个师父还是你俗家的父亲呢 你这个不孝子竟然把自己的亲生父亲给害死了 所以一堆的和尚知道事情的人就要制裁这个小和尚 小沙迷把他们带到释迦牟尼佛那边报告这件事情 那释迦牟尼佛非常的镇静 他没有被这件事情给惊恐到 庄静自强 处变不惊了 他就问小沙迷 你真的是故意把你父亲害死的吗 小沙迷说我没有啊 就把事情来龙去脉 就跟释迦牟尼佛报告 世贞就讲 我相信你不是故意害死你的父亲的 因为同样的事情 在过去生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发生过一次 旁边的和尚都很好奇啊 就立刻请释迦牟尼佛 将这一对父子过去生的姻缘再来讲说一遍 让大家清楚 为什么说同样的事情在过去生就已经发生过一次呢 于是世尊就讲 他说在九远节以前 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 然后家民的生活还不错 这个儿子也是很孝顺的 有一天父亲生病 生病躺在床上休息 那躺在床上休息以前不像现在有蚊帐 对不对 可以防这些蚊虫的一个侵扰 那父亲躺在床上是要修养病体 可是一下蚊子苍蚁就跑过来啊 这个父亲不堪其扰 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的去修养 于是就叫这个儿子过来 他就跟儿子讲 你在旁边帮我赶赶这些蚊虫 把他们赶出去 这样爸爸有没有能够尽早的恢复我的健康 就是要靠充足的睡眠 这个小儿子真的是很孝顺 爸爸一叫有没有 他就在旁边啊 看到有蚊子来手就挥来挥去 不要让蚊子盯到他父亲的脸啊 或者是四肢的 可是孩子毕竟是孩子 同样一个工作有没有 反反复复不断的重复 小孩子就不耐烦 而且远的地方钉那一头 这边手打不过去 还要绕到那一头 所以干脆就拿一根棍子过来 坐在爸爸的床头 如果蚊子啊 苍蝇过来的时候 他就用棍子这样挥赶来 那这样子就很方便了 结果没有想到 不幸的事情就发生 来了一只苍蝇 这个苍蝇就钉到爸爸的头上了 就不肯飞了 那这个小孩子的本能有没有 看到苍蝇就一棍子把他打下去了 就把他爹给活活的打死掉了 一棍子就把他打的有没有 就打死了 所以各位前嫌 他不是故意要谋杀他的父亲的 却因为要行效的过程 疏忽就把他父亲给打死 释迦牟尼佛就说 经过了无数节之后 他们的因缘果报成熟了 那个过去生 失手打死父亲儿子的人 就是这一生摔死的那个父亲 角色替换了 懂了吗 然后那个被打死的父亲 有没有 就是这一生不小心 把他父亲给拉倒的 那个小沙母 所以无心当中所造作的因缘 我们都要去承受果报 更何况基于自己的私心的考量 我去破坏别人 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那那个恶果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所以我们讲 这些关系的形成 不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孩子从小教他孝顺 他长大了不够孝顺 你也不要怨 或许真的有因缘吧 所以佛教我们修道人 再顺境不要贪 再逆境不要怨 因为搞不巧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生 所创造出来的 这一生就一定要去走这么一趟的路嘛 那如果我们怨了 如果我们贪恋了 反而会让这个情境好的变快 坏的会雪上加霜的 那问题就来 那我修道人就一定要这么吃亏吗 别人欠我的我不能要 对不对 我欠别人的我还要还 为什么修道人 就一定要这样为苦呢 是不是 难道别人对我不好 都一定是我过去生修不好吗 也未必 因为人都是两头亲骨 对不对 所以当你越好的时候 他就越过分 那怎么办呢 你就让他挖吧 看他能挖多深 你不要去做缓急 为什么 因为今天他欺负于你的 将来连本带利 他要还给你 你怕什么 对不对 那万一这是你应该要被他 所谓的苦虐的一段路程 你中间反极了 那你最后有妙 不是还要再回来还这一段吗 所以修道人 于一切境 逆境里面不愿能够甘愿的承受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论啊 所以我们才不会在未来生 度入到另外一层的因果里面 所以我就引用到 杂宝藏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 苏罗纳比丘的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苏罗纳 他本来是一个国王的王子 他是国王的王子 后来有没有 他厌弃这种所谓的权势 他就跟着 释迦牟尼佛坐前的弟子 叫做加瞻炎的 就坐了他的弟子 跟着他修行 以前的修行 弘扬起要修什么 要修这个禅定的 于是他就走到了 这个荒郊野外 去再进行修定的一个功夫 有一天当时的那个国家的国王 叫做厄生王 这个厄生王呢 他就带着一群人 要到这个什么 这个野外去踏青去游玩 那去到这个地方 觉得这边的环境还不错 所以有没有 厄生王就在原地 就停留了一下 然后带了很多随行的人 包括他的宠妾呀 包括他旁边 事后他的那些 所谓的这些的女卑呀 用人 那因为这个空气太好了 厄生王就在那个位置上面 有没有 诶 闻着呼吸的空 新鲜的空气 就渐渐的睡着了 睡着之后 然后这一群的女卑呀 还有他带来的妃子 就开始四处去游玩 看到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出家的和尚坐在那里 就是苏罗纳比丘 然后这一群的妃子庙 跟这些使用人 就立刻去到大树下面 就跪下来 就请这个苏罗纳比丘 有没有 您是一个出家的师父 就趁这个机会 为我们讲经说法 于是苏罗纳比丘 既然有人开口 他本着佛的慈悲心 一定要去接引有缘人 他就开始对这一群人 就开始讲经说法 讲了多久也不知道 但是二生王睡醒之后 一发现 除了几个士兵之外 那些的娇亲美妾都不见了 一看在远远的地方 有没有 都围在一个大树下面 于是二生王就很好奇 就走过去 越靠就发现 不得了 大树下面 有一个非常庄严的 出家的比丘坐在那边 正对着他这一群的什么 这一群的女卷啊 在讲道理 二生王听不到对方讲什么 但是他看到 所有的女卷 对着这个苏罗纳比丘 发出了那种 景仰爱慕的眼光的时候 他不由得内心的促进 就大发了 他就过去了 就问苏罗纳比丘 你证阿罗汉了吗 他说我还没有证 那你证须陀环了吗 我还没有证 你知道须陀环是 入圣人之流吗 二生王一听就很火大 你还没有证顺人 你就跟我这么一群的女卷 在这边讲道理 谁知道你的心里面 是不是罪翁之意不在酒啊 这一火有没有 就叫士兵过来 就把苏罗纳就抓起来 就开始乱棍开始打 然后所有的女卷就开始求情 王啊不是他找我们 是我们找过来 不求情没事 越求情就越火 所以打得就更重 一阵乱棒打下去 在打的过程后 苏罗纳比丘就起了一个念头 佛过去生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他做忍入仙人 还受歌力王知解呢 把他的身体知解了 佛都不起怨言 我们修道人就是要修忍入行啊 遇到任何逆境 都不可以有称恨心啊 你看这个苏罗纳比丘的修行多好 所以在一路打的过程里面 他都没有动心 当他二身王打得泄愤了 事情了了 就把人就带走了 然后就把苏罗纳比丘 一个人就丢在这里 他总是要起来啊 这一起来就发觉 身体由不得他做主 因为刚刚被打的有没有 身体遍体鳞伤啊 根本都走不动了 这个时候真的功夫就出来了 这苏罗纳比丘再也没有刚刚那种 修忍入的一个想法 他就起了一个恶念 我如果不要出家修行 我也是一个国王的王子 我将来也要继承国王的王位 而且我国家的势力范围有没有 也不比你恶身王的国土要来的弱啊 就是因为今天我出家 白白受这些冤枉气 被别人打这一顿有没有 决定了不要出家 所以有没有就勉强的走回到僧团之后 就找家瞻炎 跟师父讲师父我不要出家了 就把来龙去脉跟家瞻炎 就跟家瞻炎报告了一下 其实各位前嫌我们也常常这样 有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 别人说我们两句啊 外面的环境不好 哎呀修大人就是要忍入 这种小事算什么 但是没事事情过来回去越想越气有没有 那个忍入也不休了 这个故事我为什么选他 因为大部分的我们都曾经有过良心发现的时候 但是大部分的我们的良心出来的时间太短了 事后又原形毕露了 于是嘉赞就跟他讲 他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还俗也没关系 但是你今天受伤这么严重 那你今天晚上暂且在僧团住一个晚上 明天早上你再回你的国家就好了 那这个苏罗那也认疼了 为什么确实也走不动 于是苏罗那当天晚上住在僧团里面 加瞻炎为了救这个徒弟就开始视线神通 就开始入梦了 然后苏罗那在睡觉的时候就梦到 梦到自己当了国王 然后发兵攻打二身王 结果两兵交战死伤无数 然后他被二身王给打败了 打败的时候二身王要斩他的头 就把他压在了那个形台上面 在那个时候苏罗那就想 早知道我还是继续出家休闲多好 对不对 也没这个危险了 你看现在头要被砍了 我应该遵从师父的教诲的 不要这么冲动 在临死前如果能够再见到师父一面 该有多好 当他起了这个面的时候 加瞻炎就立刻视线出来给他看 他就立刻有没有大汉逢干你 就叫师父啊救我 我真的后悔了 结果加瞻炎说你真的后悔了 他说对啊 我实在不应该要报复的 假如今天我能够脱离这个死亡的一个危难 我一定不还俗了 我继续休息 加瞻炎就讲 好那你等着 我去跟二生王求情 于是加瞻王就走开了 走开之后 有没有 这边前脚刚走 这边的筷子手就拿刀 就把这个苏罗那头就砍下来 要砍下来 加瞻炎这个苏罗那大叫一声醒过来 发现是南科医梦 他就吓了一跳 他就去找他的师父加瞻炎 把梦境跟他师父讲 他师父就说了 我一再告诉你们 不要对外面一些些微的逆境 别人做了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怀恨在心 我们就日思夜思 希望找到机会能够报复对方 他说你要知道 一切的烦恼 他在我们的心里面 不断会扰乱我们现在的生活 还会让我们未来生有没有 堕落到恶道里面 因为有烦恼 我们的本有的亲近的法身 就不能显现于外 一个真正学到的人 往里面去关照 面自己内在的烦恼 都已经来不及了 你怎么还会对于外面的一些 些微的一些逆境 你都要怀恨在心 急欲要去报呢 你不知道里面的自己的无名烦恼 才是对自己产生最大的伤害吗 今天你去报仇了 就算你赢了对方 你把对方给杀了 你也要承担那个因缘果报 对不对 那如果你被对方杀了 又衍生下一辈子另外一场因果的显现 终究是跳不出六道轮回呢 所以修道人为什么要修忍怒呢 扩大自己的心量 不要跟别人去斤斤计较啊 人世间再多的烦恼 再多的恩怨情仇 他不过害你这个身体 你能杀不过杀我这个身 你杀不了我的法身会命的 但是我们内在的烦恼 会伤害到我们亲近法身 那就影响到生生世世啊 所以眼前的困境再残忍 害这个肮脏的身体 我们的烦恼有没有 是什么 是害到我们的法身 所以要里面灭自己的烦恼贼 而不要往外去什么 去恩怨情仇 纠葛太多 这就是告诉我们 恶缘也要善了啊 不要把它记挂在心 所以修道人要在日常生活里面 学会去化我直 去化我直就用这三个方法 第一个 对到别人的时候 在对应的过程 不见他人过 张开眼睛 不要看别人的好好坏坏 别人的好 我们记取在心 别人的不好 我们拿来警戒自己 所以圣人都教我们 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 对于事情 我们分辨这一件事情 是对还是错 作为我们自己处事的一个准则 但是我们不要去谈论 这件做错事的人 他的行为怎么样 不要去谈论 那会衍生出我们的口过 更重要 对于物的方面 一定要寡欲啊 所以财色明识税 一定要试着把它看清 只要我们不贪 这一颗心啊 就会越来越干净 心干净的时候 身体的负担 自然而然就是嘛 就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学到的人 尤其一贯道地质 是走大圣菩萨行 何谓菩萨 菩就是菩提 菩提就是智慧 有智慧 有智慧就能够觉悟嘛 萨按照我们汉语翻过来 叫做友情 我们从友情的人生当中 从人生的友情里面 跳脱出那种 七情的一个缠绕 我们觉悟了 各位亲 那个才是真正的在修 菩萨道的人 所以你看所有引导我们的修行 都不离开内圣的一个功夫啊 所以外在的现象界的东西 想要不退转 想要看得破 放得下 各位前就牢记这句话 见空成圣 这是阿含经里面所讲的 阿含经就是讲小圣的 你了解万法因缘合合而有 不去执着 那么就有成圣的一个机会 能够见空像的时候 见万法的十项 各位前贤 我们就得到了为不退了 再也不会堕落到三恶道 有人问 释出世间法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什么叫佛法 什么叫儒家的道 严格来讲 这些只是我们人 在心里面的分别而已 实际上就法的本质而言 它是没有这样的分别 就像我们对于食物 加上了自己的主观意识 就有好吃不好吃的感觉了 但是食物本身是拿来果腹的 达到果腹的目的 它就是发挥了食物的一个功能 可是我们对食物的要求 有色相畏美 这么多 这些都是过分 所以如果心上我们起了分别 与外面的一切法 我们就会有分别 所以就法而言 它没有释出世间之别 没有所谓的真地理 也没有所谓的俗地理 都没有 俗地理就是世间法 真地理就是出世间法 圣意地的意思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来跟各位前行分享 我们在大圣金刚经里面 文书菩萨问释迦牟尼佛 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 一个正正孝顺的孩子 孝就是词 孝就是不要违背正理 能够孝顺的人 他绝对不敢为了自己的活命 而去杀生 绝对不敢为了自己的私心 而去访派到大众的一个利益 一个孝顺子 他是敬重三宝 他能够孝顺他的父母 他不醉 他就不赢 他就不乱 他没有那么多的爱政取舍之心 因为他舍掉了人心 各位前你看一看这一句话 哪一句话 不是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的 对不对 然后后面又讲 劝令和家同修福慧 真正孝顺子 不但自己能够有庙 能够尊重三宝 孝顺二亲 还能够让家里面的老老少少 一起福慧双修 家里面和乐 外面的邻里的关系很好 上下都能恭敬 现在的父母没有后顾之忧 过去的父母也能够离苦得乐 这个叫做人世间的孝顺男女 请问这跟我们中国所传下来的 孝经开宗名义第一章所讲的 孝顺父母身体法夫 有没有 不敢有损是第一步 立孙行道扬明于后世 那是最后的一步叫做行大孝 谈孝顺 那是人世间的作为 对不对 但是谈修行 那又是初世间的一个观念 那请问你在佛根文书的这一个对答里面 他有这么多的一个区别吗 没有 所以世出世间 法就是法 法是来教化人能够去恶向善的 能够不断的向上提升的 所以不要在法里面起分别对待 法本身没有问题 八万四千法 法法都能够治病啊 问题众生的根气不一样 众生的病争不一样 所以要就有对积不对积的差别 不是法的问题 所以众生的根气 恶的时候 劣的时候 与上圣大法不能吸收 那这个法就不尊贵了 对不对 所以佛为什么对小圣的行者 讲四圣地呢 因为他们的信量不够广大 只求自己的超生了死 所以他只能对这种人讲四圣地 教他们离苦得乐的方法 对于立根气的人 心量广大 以天下众生为己任的 这一种大圣菩萨的修行的人 就为他们讲六度波罗蜜 告诉他们要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又为那些贪恋人世间 荣华富贵的人 他又讲了所谓的人天的法 你要怎么样求财富 求什么 求所谓的健康 求所谓的长寿 佛也教他们 都随顺所有的众生 所以不要在法里面 起了分别对待 我们就不会落入到法职 也不会因为这种分别对待 而有了门户之鉴 结果虽然去脱了我职 但是掉到另外一层 更深的陷阱里面 又何苦来灾呢 所以学法的人 如果有分别 有执着 佛法就是世间法 有我执了吗 所以有分别 有执着 学任何东西都有障碍 为什么 见树不见灵啊 一本书打开来 只看到自己想要的 其他佛陀圣人 意在言外的东西 我完全都看不到 所以离开 分别执着 你学任何一法 都能够让我们 跳出生死轮回啊 所以综合起来讲 既无世出世间之别 佛法就是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所以不论你修 任何一个中文的修行 都不离开什么 不离开 敬业三谱 第一个就是 孝顺父母 尊师重道 所以尊师重道 就是把孝道的 一个延伸啊 我们要如何 去报答 过去生父母的 养育之恩 他们轮回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看不到 可是透过 我们的修行 我们一切的功德 会由上天 做一个拨拨 如果他已经 去轮回了 也可以去改变 他在那一个时代的 里面的生活 让他更为的顺心啊 如果还没有 轮回 他就有机会 跟我们一起 往生都帅铺天 去见佛文法 所以唯有走修行的路 才能够真正的 所谓的超拔九旋七足啊 舍此之外 都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钱财 只能供养现在生 与未来生 毫无注意的 所以把孝 落实在生活里面 他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修行 这就是我们讲 试出事件法 其实本来是一 而不是二 所以一般人认为 孝道是事件法 诸不知 你要超出 超出生死轮回 却还要从这个 最基本的观念 去做一个落实的 接着跟各位分享 为什么一再的鼓励 各位前写 要研究经典 在早期道场里面 前辈子有告诉我们 如果来佛堂 参班研究道理 可以销 两百个小过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 可能现在比较少讲 过去老一辈的 后学就听过 前辈子讲很多次 那这一句话 到底有没有 他的一个 内论的根据呢 有就在后面 要跟各位前写分享 这个所谓的供养 就是布施的意思 只是我们用供养 就涵盖一个 更为前进的心态 好像布施 如果好像就 如果态度没有拿捏好 有的时候 有一种上对下的感觉 供养就是 把自己摆在下位置 然后去理尽上面的人 所以要跟各位前前讲 研究道理 研究经典 他就是真正的法供养 以佛法修学佛法 作为供养 供养自己的法生会命 供养十方如来 下面就分为这七种 这七种严格来讲 他归纳起来的时候 他就是八个字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第一个 如说修行供养 我要听从佛陀 圣人讲的义理 依他们所教导的方法 作为我修行的一个准则 也唯有依照圣人所讲的 我们才能受益 所以我们绝对 不要听从外面一些 怪异乱神的 一些不正确的言论 尤其末法时期 真的就像释迦牟尼佛所说 邪师说法如横河上 各个宗门都有一些 挂羊头卖狗肉 这种假修行人 那我们要如何避免自己 去跟错了对象呢 佛有讲 你跟着恶之士 所造来的影响 有多厉害 灭盘经里面佛就说 如果跟随了恶之士 你会毁坏法身毁灭 宁可跟着那个毒蛇猛兽在一起 他咬死我顶多这一身 咬死我也不见得会下三恶道 可是我跟着恶之士在一起 朝夕受他恶法的熏息 静默者黑 久而久之我照做十恶业 将来死了就堕入到三恶道 所以修行不可以离开善之士 善之士会让我们的德性 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越来越圆满 恶之士恰恰相反 让我们的心性的光明 越来越不能透露出来 因为造作了恶业 所以基于这一点 你就一定要去研究到了 第二个利益众生供养 大部分的我们都做到这一点 譬如今天来开班 有很多前嫌事先抬桌椅 楼下也有人准备午餐 很多在交通组负责接送各位前嫌 凡是为了这一场所谓的法会再进行 不管你付出力量的大小 在上天来讲 他都是功德一见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一贯道的弟子 几几乎是不欠缺的 他是外人的功夫 一贯道的人做这一方面 做得很多啊 那射受众生供养呢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有欠缺了 因为所谓的射受众生供养 并不是说我煮一碗饭给他吃 不仅仅局限于此 佛给他的定位 所谓的射就是能够引领这一个人 让他正确无额的走上修行的路 然后能够成就他的圆满菩提的 那就不是一餐饭哦 但是一餐饭也有他的一个重要性嘛 对不对 但是真正的是你后面能够去成全他 所以我们一贯道度了那么多的人 请不要忘掉售后服务 送佛要送上西天啊 把人家度上来 后面没要插揽 现在的服务业很讲究啊 你看电子商品的畅销 都要看你售后服务的期限的多寡而定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售后服务 就是今天我引领你进来 那么在我能力范围能够顾及的时间 我要不断的去成就你 这也是您在结善人的方法 所以这个色受众生供养 就隐含了道理还有什么 还有所谓的四式供养 四式供养就是饮食啊 衣服啊 医药啊 或者是卧具啊 比如说我们要住在这边 就要有房间给我们去休息 那这一点 待众生供养 待众生苦供养 假如这一点我们懂 你去行这个故事 你就不会生气 今天我煮饭 煮得很辛苦 让人疼得没拌 真的期末一段日 他回去吃你自己的 老板你不要派我来煮饭 我看过 也听过 前嫌这样跟后学抱怨 他还真的放到心里面 因为一个月两个月 我早忘掉了 他还不断的在提醒这件事情 我真的假在那天没吃到 去煮的那饭 那等 我真的会不会消化 因为我没有在当场 所以事后的抱怨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 所谓的布施里面 隐含了待众生苦 他的苦我都要承担 做到 现在让人嘴囊碰难 怕什么 怕什么 你怎么会忍不住呢 对不对 你就不会了 我们讲 哎呀 要修菩萨道 愿为众生之马牛 做无做被 我心口的 那个人骑在你的身上 走千里路 你不觉得很累吗 而且万一他很胖呢 不压死你了吗 我们发那么大的愿 对不对 我要成就菩萨 我要做牛做马 但是眼前的时候 讲你两句 又不会懂啊 那那个愿 你不觉得有一点 空头支票吗 所以当我们道理 明白的愿清楚 我们有不好的话 按照过去的惯性 会出来的时候 你会自然的 哎呀 不可以 我要做众生马牛 现在要有做 要不做人 做无做买 不然还够搞 而且让人家讲一讲 不回嘴 可以消缘解业啊 所以以后人家骂 你不要顶嘴 你不要顶嘴 不是嘴肚子里骂 你骂我不骂 因为我要消夜 你也不要这样想 你只要 静静的让他 发泄完情绪就好 但是人家要打的时候 你就要跑 不然你像那个爸爸 一棍子被打死人 那就很笨 是不是 还有 千万不要因为后学讲 别人骂我 我不顶嘴 可以消缘解业 所以三步时 我就超 没人 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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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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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去做这种 可恶的事情啊 什么样人会这样做 固执的人 人家去你一次两次 你都不敢 真的会让人家看到就生病 所以就会想骂 你也是害人家 在动怒的人 所以要去化我之 还有情修 善根供养 这个就是内生的功夫 这个就是后学讲 你看第一条跟第五条 各位 这些都是心性的东西 只有第二条 是跟外王的功夫有关 然后还有下面的 不舍菩萨业 从阴地开始起修 不管你修多久的时间 请不要离开 菩萨的那种慈悲心 慈悲绝对是我们修行佛法 最大的一股原动力 推动我们往前去走 但是所谓的慈悲 请你不要误会了他的意思 五度如茫 般若如眼 由般若所散发出的慈悲 就是后面这一段话 如果离开了慈悲 没有菩萨 也没有佛 那佛菩萨的慈悲 是怎么样映现出来的 这是当年后学 在看大德者的传记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就让后学恍然大悟 佛菩萨的一切作为 都以慈悲为动力 不是以自己的欲望 为行动的方向 自己的欲望 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 对不对 比如说交通主开车了 有一个人给我们 补我们一条路 很好走 对不对 结果呢 你不要给我吵 我塞车 载你去乎等到话 你说那么多 我买什么 一定要叫我们 自己的意思 对不对 不然你帮着就 打车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是 人家指导了 告诉我们之后 我们采纳了 但是就不行 以前这条路 都不会打车 今天不知道什么事情 你帮我打半小时 打一小时 给你保路的人 就开始行光里面 补补条 对不对 我如果没有跟你说 没什么 他心里面已经觉得 很难过 很痛苦了 你这个时候 就千万不要雪上加刷 你看你看 我照你说 塞这条路 给我刷我这样 躲在这个地方 这个这里 你要打吗 事情不可以处理 你要打吗 人家就在难过了 你不要去落井下石 你就应该要很和缓 有慈悲的想 哎呀 怕车是走你这条路 这条路的时候 你说都不会打车 走你都打车 那走我完不去那条路 没得到更严重 咳咳 人家心里就好过了 就不会坐立难安了 我曾经在坐车的时候 看过前嫌起这种争执 我最后就讲了一句话 我是不是应该要下车呢 因为这样你们才玩鸡 才玩得有狗笨 偏偏那个时候 在高速公路上 我如果下了车 大概第二天就上新闻 放在高速公路上面 所以这一些的小细节 都是我们日常 在进行我们 护职到场的牺牲奉献的时候 一个没有把握好 常常在犯的事情 好不容易探5块 把人们买10块 这样算算不怕你出门 还撩5块 那整天卖出去 把家里面比较好 你如果这样的时候 怎么跌了 所以到后面前功后过 算一算 刚好扯平 这还算是好运 就怕你负债太多 所以注意到更重要这一句 受闹在慈悲心的驱使 以众生的需要为需要 接着就是这一句 众生需要如此 菩萨不得不行 所以当这个 无法 这个末法世界 有很多的人 去希望佛菩萨 导装降世 来解救我们的危难 有很多的人 希望佛法能够永存 那有很多的一贯道弟子 希望大道能够尽可能的 在人世间绵延下去 那么人有善愿 天必从此 因为菩萨的意思 也就是天的意思 但是 为了众生设想 而需要停止 菩萨也会自动停止 你不想要了 我就不来了 各位亲戚 而不是勉为其难 这个叫做真正的慈悲 完完全全的 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设想 所以当我们觉得 一个好东西 要送给人家的时候 你要适度的包装 你没有包装 你交给人家 人家不要 再回头 我们怪人家 不接受我们的好意 那是我们自己的无名 所以我们度人的时候 也要看人家的时间的 人家累得半死了 对不对 忙得要死了 你快坐下来 我现在跟你说 那些不要贪 那些不要贪 后面又有机会 好贪 但是这个度力 如果他听 随便做会做 也好看 有没有 我也感到听 你听一天 但是有的时候 你要看对方的一个需求 以对方的需要 你去成全他 只要我们念之再之 考虑别人的立场 你会发觉 我们的道总治 虽然还没有灭 成沙无名祸 但是他就会显现出来 你自然而然 就会对应对方的一个需求 去讲出他想所要的一个法语 为什么 听一 所以我们在座 有很多的需要学讲 当讲师的人 当你在讲课的时候 任何题目拿过来 不要想这个课 我要怎么讲 而要问自己 这个题目我接到了 在这一堂课里面 上天要我去成就 哪一些跟我有缘的人 你要用这种心态 去准备课题 你的东西 八九不离十 绝对可以射受 当场的里面 某一两个听众 你不要觉得一两个 好少 你能够带动一两个 一两个后面 有他的九旋七组 所以讲道理 不是我要怎么讲 而是别人要什么东西 有这样的一个同理心 就是我执心就淡化 你就符合上天的意思 间接的有没有 上天就会有灵光的一个 一个加持 智慧就会开展 所以谈到了法共养的 这七种综合起来 就是这些 所以上求佛道 就是意理的明白 内圣的一个功夫 下化众生 就要行外王 去接引众生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是三师并行 内圣跟外王 一定要齐头并进 才叫做福慧双修啊 缺内缺外 都叫做白甲 白甲的人 你是没可能做福祖 为什么 因为路途太远了 你走路不方便了 所以两只脚走路 比一只脚要来的畅快多了 所以谈外王 不离开内圣的修养 做基础 就能够无怨无悔的 去牺牲奉献 谈内圣 一定要靠外王的功夫 来锻炼出自己的火候 所以内圣外王 都是庄严 我们亲近的什么 法身的 接着谈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菩提树下 悟道之后 为什么要四十九年的 讲经说法 又孔夫子 当鲁国的诸侯 鲁王不接受 他的意见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去周游列国 四处的弘扬大道 乃至于老子 离开函谷观 为什么还要留下 上下两卷的报德经 为什么 这些都是教 离开就离开了 误了就误了 为什么还要留下 这么多的圣 圣教话 来方便我们后面的人 休息 原因在哪里 一定要依他们的话 才能够找到 自己的路吗 实际上 佛陀也好 孔圣老子的也好 他们有他们 讲经说法的 共同的因缘 大概就是三句 第一个 贤礼度身 法华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诸佛世尊 为一大事 因缘 出现于世 在六祖谈经 不是也引用了 这一段话吗 为什么 因缘 开始误入 令众生 了解 佛之见 佛只有为了一个目的 来人世间 映画 就是要告诉 所有的 有情众生 在我们的身上 也有如来的 一个佛性存在 这个佛性 圣不增 是凡不减的 只是因为 我们被花花世界 给迷惑 所以我们的佛性 就不能够 开启大用 所以佛来人世间的 一大事因缘 就是告诉我们 你我 本来就有佛性 第二个 是为了了愿的 我们不是在道场上 也常讲 立愿了愿吗 对不对 我们立十条大愿 立清口愿 立舍生愿 做到典禅师的 那个愿就更多了 所有立的愿 要透过了 才能够报答天文师德 释迦牟尼佛 诸 诸教的顺贤 在过去 因地修行 也都要立愿的 都有立愿 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未来生 再来人间学习 你本着什么愿而来 本着你这一生 所立的愿 如假包换 你说奇怪 我怎么会记得 你不会记得 但是阿赖 在耶稣利的愿 进去了 就不会流失掉 自然而然 他就会把你 推向这条路 走向你原本 修行的路 所以释迦牟尼佛 过去多生多劫 在修行的时候 都曾经发愿 要广度有群众生 过去自己没有证悟 上界有这么宏大的愿力 现在自己已经开悟了 当然要把过去的愿 我完全把他了掉 所以他是为了什么 仇怨而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阿难问世佛吉兄经 讲到安氏高的时候 他过去生在僧团里面修行 有一个同修道伴 脾气不好 他劝他都劝不来 劝不来的时候 安氏高就对他发了一个愿 他说这样子吧 你尽量改 如果改不过来 我给你一个承诺 将来我成道 一定回来度 后来安氏高经过了 几世的修行 开悟正道以后 一起的过去生的 这一段经历 那这一个人 过去生的修持 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外面的福德太大了 他讲经说法 他将家里的财务都布施了 所以就降生到 大陆寻疆的流域 做一个龙王了 龙王是杀业 为什么 因为供养他的人 都是父亲的瑜伽 瑜伏一定 用婚姓来拜 所以这个安氏群 知道这个朋友 降生到这边 就立刻有庙 回到了九江 巡洋这边 巡江这个地方 去度化他这个众生 律史上有这么一个典故 所以我们现在 答应人家的 将来都要承诺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 护许终身 懂了吗 这一生相处得很好 下一辈子 在天愿为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与之 你不了解 这一辈子好 就是上辈子结善缘 善缘用玩乐 下一辈子见面 就不见得是好 你去发这个愿做什么 所以咱咱咱 咱咱以前有没有 这种话 我出去一两次 趁我现在还活着 我赶快收回来 没准生没准生 我爱了 还是结一个倒伴好了 结一个倒伴 确保安全 即便姻缘要做夫妻 也能够携手 往修正的路走 结夫妻是人间的情爱 做倒伴的话 那么有夫妻的关系 它是往上提升 如果有倒做基础 父子又有何妨 何家其乐 所以发愿做倒伴 不要发愿做那些 有的没有的 而且万一很不幸 对方没有修 将来跑去处道里面 你就要把它接回来 为什么跟你有缘 所以出去的话 全部要付诸于实现 更何况我们在佛前立的愿 各位前贤 不要忘记 立愿要了愿 尤其现在的时机 整个大环境的变化 你要靠真功实善 才能够确保自己 何家平安 除了这一条路 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金银珠宝 都不能够累气 一道防火墙 不能够确保 你能够豁免于 任何灾难的变化 唯有中功实善 它来自于心性的圆明 你就能够躲过了 不好的事情的一个到来 所以修行绝对可以趋极必修 改变命运 所以印光大师就讲过了 他说 仗着自己的力量 能够修到里面的情势 完全没有起来 正无声乏忍 菩萨的等级 他说世界上少有 不敢说没有 但是太少太少 一跟二而已 十分之一二而已 所以多半的时间 我们要仰仗 佛菩萨的慈悲的 慈力的一个家批 在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就讲 你看释迦牟尼佛 述说修行的好处 天龙八部 阿罗汉 辟知佛 金刚藏菩萨 同在释迦牟尼佛前发愿 人世间只要有一个修行的人 我们一定守护在他的旁边 让他所愿有没有 能够速成 不会受恶魔的一个干扰 那这些佛菩萨 他要庇佑什么样的人 你在阴地有发愿的人 你的愿力有多大 上天给你的光怀 加持就有多大 了解吗 所以发愿是好事 修道为什么要发愿 就是要能够在我们的八十田 种下最好的善好的种子 让我们生生世世 都能够行走在修行的这条路上 达到究竟圆满 就因为有这个愿力种子的栽种 就能够让十方如来菩萨 乃至于天界里面那么多的神明 他要来护制我们 尤其在末法这么多的一些乱象里面 他会减少我们遇到不好事情的一个发生 所以你才了解一贯道 为什么求完道 求道的时候要立十条大愿 是因为任何学道的人 你要想成就不可以不立愿 所以我们的求道的过程 各位前贤 在佛法上都有利润的 那个不叫做咒 不叫做咒愿 那个叫做发愿 所以发愿有这么多好处 各位前贤可以常常量力而为 除了十条大愿亲口愿 可以随着自己能力做的事情去发愿 像后学也有一个愿力在 我发的一个愿 就是我不论他是一个人 是两个人 我不看数字的多管 只要有人想要听道理 我就尽自己的可能 去提供这一份的一个服务 而不是以人数的多管 我也很想发一个大愿 去供养你们这么多的佛菩萨 但是为了你们的肠胃着想 有没有 这个愿不能轻易出口 只能潜藏在我的心里面 等到时机成熟 再发这个愿 要不然煮出来的东西 吃一次下一次就没有开班的机会了 因为你们都不见了 这是得到佛菩萨的助力 还有愿力是防护罩 当我们的愿力越强的时候 他会从里面衍生一个本能 保护我们不受外面 五着恶式的一个干扰 而且这一种保护的功能 时效是跨越时空的 进未来生 这个愿力存在 保护的功能就有 所以发愿是一个绝缘体 就像电线 如果外面没有一个橡胶塑胶的话 我们碰到就会触电了 所以修道人不要另于发愿 但是重点 你发的愿 立愿要能了愿 发了那么大的一个愿 结果做那么一点点 前嫌这个叫做打忘 你欺骗十方如来 别人给你这么多的关怀 到最后有没有 你只挑这么一点点的事情 十方如来因为你的愿 知道你有心要去引领那么多的众生 你的愿跟他的愿一样 他把他所有的慈悲的关爱 都放到我们的身上 最后有没有 讲完了 我们就不做了 这个叫做被愿 被愿就是忘 因为有愿力的存在 他会缩短 我们在人世间历练的一个时间 缩短修行的时间 缩得越短 中间的变化就越少 常常用一个旅行来做比喻 假如我们旅行的地点越远 中间产生的所谓的人力天然的事故的 豁然率就越大 尤其这个花花世界诱惑真的很大 像我们的父母那一辈 哪一个人会被电脑迷啊 从来没有听过电脑 我小的时候的电视是黑白的 节目只有三台 对不对 而且那个影像馆很有意思 红色黑色黄色有没有 它是固定的 那人走到哪里颜色就会变化 它有奇怪的 可是以前的人物质上少 所以他就没有这么多诱惑 现在的年轻人物质的压力很大 别人都有iPad 你没有就不行 别人iPad的上网 可以掌握业务的讯息 你没有 你就跟人家输在起跑点 就造成了你额外的开支很多啊 那有一些人没有业务的需要 但是喜欢时时刻刻低着头去玩很多电动游戏 或许去公园 看到一堆欧巴桑 七十多岁了 佩服他一个iPad在手 但是靠近一看都在玩电动玩具 跑到公园去玩电脑游戏 各位前写 那样能够维护健康吗 从家里的空间移到户外的开放空间 这个就是诱惑 所以人世间缩短我们学习的时间 我们可以趁愿来 千万不要待业而生啊 待得越久 沉沦的机会就越多 所以修道要长保 出发心 记住自己的愿 那将来成道有余 老实讲 为什么出发心 人人都发 人人都立愿 可是做不到 道心退的原因在哪里 这一段话是我们纪工老师 在以前的讯文讲 还是一句话 对于人生的生死大事 了解的不够 我值太浓 你看说来说去 就是一个我值 我们以为看破了 真的看破了吗 看破了就不会起心动念 看破了就会放下 放下怎么会有挂碍 挂碍就是挂在那边嘛 掉在半空中嘛 你都已经看破都放下了 怎么里面还有挂碍 没有挂来又怎么有烦恼 所以说是看破 实际上没有 还有物欲放下 千贪成性太认识了 只着远在眼前些微的利益啊 所以后面的那么庞大的 一个修出事法的成就 我们都忽略掉了 所以古大德讲 家鸡有食汤果鸡 养鸡就是为了七月半过节 把他杀嘛 鸡不用到外面去找食物的 时间到了主人就喂他吃 但是吃这么不用花力气的食物 最终的目的就是变成烤鸡啊 跳钢管舞了 对不对 可是你看那个鹤天上的飞禽 他飞来飞去要自己密粮食 看起来有一点辛苦 可是他自由自在啊 所以若向迎头求为利 此生焉能得逍遥 圣跟凡没有冲突 但是当我们要全心从圣的时候 凡业上确实有一些东西 你要看淡的 你不看淡 修行的路就寸步难行啊 就会演变成的那句话 佛法不能用 成佛以后才能用 为什么 被我只给障碍住了 所以一个我直 一个我欲 岂止是诸佛如来 在提醒大家 连我们的技工老师 在训我里面 也不断的告诉大家 因为你不论修任何一个宗门 都要从这个地方去入手的 舍掉这个地方 就不能去化我直 不能去化我直 就出不了三界 即便受明师一指 没有反到败等 回到多帅驼天 你还要再来 因为天福只有一万零八百年 进化的不够啊 还有修行的过程 发觉承担圣业的责任 真的很累啊 我们前嫌 没有办法 有一些人没有机会 看到我们老一辈的修办道 像我们祖师 师尊师母 或者老前人辈 前人辈 那个时候的开荒 不道 劫风暮雨 参风露宿 披星待月 我们现在没有 现在到国外的开荒 讲起来自己都有一点不好意思 比在家里面还舒服 因为佛堂很庄严 而且佛堂很干净 重要是这个干净 还不要自己打扫 对不对 太好了 所以早晴的前辈者的修行 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辛苦 所以一棵大树长得那么大 才能够给 有树荫给下面的人遮凉 我们要做大树啊 但是要成为大树 就要经得起风雨的一个夹急啊 耐得起风霜啊 所以在承担责任的时候 但凡有畏惑的心啊 做这个工作有够惊 而且有够无聊的 各位前辈那个都叫为难 那么我们的道心就会退 我们的愿力虽然立了 但是我们就行不出来 所以要保持我们的愿力 要让我们有始至终 都有一个好的结束 各位前辈 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出发心 那今天《轮延经》 就跟各位前辈 暂时我们分享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不清楚的 我们下午的时候 再跟各位前辈 有疑难的我们可以问 但是今天的题目应该都没有问题 在以后就会见真章了 后学还是希望我们大家 有这么特殊的因缘 这么难解的一部经典 竟然有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研读 我一直在家里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因缘确实很特殊 很多人第一次听经典 居然听到任言经了 这个有他过去生的原因 希望我们有好的开始 也要有好的结束 这就有赖我们的恒心 还有毅力 那后学会不断的学习 希望提供给各位前辈 更圆满的一个解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